一定有大細超 你哪個辦公室都會有大細超 面對上司大細超 通常都會感怒不感染 那說不說好? 你知道我XX了 喂 這件事不是我跟開 那你又不說 我們是否沒有義氣? 最好的方法是據你力真 Cutty兩個月下房嘛 可以保駕 是啊 可不可以黏住房嗎? 為何Bibi我可以放5 還是我對人家不放 是否有差別多元? 不敢到 你現在給她 她打了嗎? 但是職場上究竟有沒有公平呢? 經常覺得生得沒那麼好 是不拖一些東西的 哈哈哈哈 不要教那個聲音 不要教 哈哈哈哈 今集Panchy 就教大家面對差別待遇的時候 應對方法 Panchy 有野生 今天要做什麼? 大家最近有沒有遇過一些 在職場上的差別待遇呢? 怎樣回答你呀? 很口唇 你又做測試嗎? 哈哈哈哈 沒錯 Karen 久違的偷拍實測又來了 這次我們就找來了 Phoebe和Sam 做長大龍鳳 因為我們是規定了 保駕不可以連放多過三天 所以Phoebe就會假裝 在群組內請求5天保駕 而我還會回覆她 OK 再找來人速無害的Sam 周圍問問大家 怎麼算好 這個情況 你覺得夠不夠不公平呢? 不公平 不 還有明顯 不 還有Phoebe的職權高一點 職權欺壓 大部份同事都知道 的確規定是三天 但看到這樣的情況 都是不出聲 Amuse 其實一個打工仔 面對職場上面的不公 或者有些差別待遇 覺得不應該的時候 應不應該出聲呢? 職權要出聲啦 怎麼搞的 剛才咬唇的Natalie 又有沒有出聲呢? 你有沒有看到Phoebe 她 很多價格 可以了嗎? 你一看到就已經發現到這件事 是啊 那你怎麼不說呢? 那她跟Chucky說的嘛 為什麼我說而已 Chucky OK 感嘆好了 你笑言不語笑死 你會不會說嗎? 問一下Chucky Chucky兩個月落放給你報價嗎? 是啊 是啊 兩個月落放 還有這個 可不可以黏住放嗎? 連續不可以超過三天 我本身期待她繼續問 Chucky 為什麼Civi可以這樣放 但她沒有下距 她在滑水 不是啊 她在滑水 不是啊 她在滑水 對望 對望 然後就完了 不是啊 教導人 已經有兩個問題 但我問你 還不幫忙 問第三個問題 還不幫忙 然後我心想 她想射球給Jate 就是會有種在想 啊 為什麼Bibi我可以放五逆 我覺得是否有差別左右 我也想在想 這個想法會不會很小氣 好 但我最初期看樓眼 還有我又問了 就是我問了我的保價是會放 就是她說最多放三天 嗯 嗯 那我放三天 就是你接受了 這樣就 接受吧 然後我就覺得 你可能只看到Al說 OK 這樣 那你就沒有留意保價那一部分 那我就覺得 可能你看樓眼 但我又覺得你看樓眼 然後我指證你 你是不是看樓眼 Phoebe說保價要這樣連著火 那我就覺得好像很不適當 我那個身位 但是你不出聲 你就容許了這件事發生 我… 都是的 好像有種 不知道是不是叫做一些 想自己 對呀 想自己 好像… 有破壞大家感情 對呀 好像… 她其實都是一個好的心底 就是我怕破壞了一個的感情 或者氣氛 所以不去這樣做 我認為都是一個 很懂得considerate的情況 我選擇那個方法 我也是會自己委屈算 因為你也著重了公平性 我是著重公平性的 然後… 為什麼怎樣怎樣又行 我又不行 怎麼這樣做 對呀 很簡單 最一種 為什麼她有手信 我沒有手信 是啊 都是這樣的 因為我沒有看群組訊 我只是看到她的發言 我又沒有看到OK 這樣看好了 但我有種意識是覺得 既然這件事是這樣的發生 應該是有些原因發生了 我沒有挑戰過這件事 Skart有一個其中幾大的 是發現大家對我們的信任很高 總會覺得我們有原因 因為我懷疑多過 你們一定是亂來 自己利益先 思相秀勢 是的 那在大家眼中 什麼事先算是不公平 有差別待遇呢 我又出了一個故事 去Recruit一些 大家在職場上 有沒有遇過一些差別待遇呢 農曆新年 翻年少攤位兼職 最後那晚老闆派利是 人人都收100元 是我過空得50元 這個勾起了我才回憶 是嗎 以前我阿嬤很偏修 我很小就只有1、2歲 派利是給我和我姐姐 會派給我姐姐100元 然後我20元 你新年派給康奸 你也有不同了 是嗎 又是 經常幫你開門那個 都貴一點 可能有事發生過 絕大部分在公司裏面 我覺得派利是這件事 其實如果沒有什麼 都一時同銀 要去特地封一封50元 都真的應該是 有些事 是真的有 我們要特地封 喂 我做得多些 但其他人就準時下班 還有些會說 能者工作量多些 但薪金又不會多些 上司檔的人 就算離假用了 都還可以即時拿無薪假 去10天8天旅行 同同時 我還有大把大假未用 但是早兩次月份都不給我 是 匿名 匿名 當時一定是覺得 公時、人工、福利 這幾方面 都會有一些爭拗 那我當然不拜了 因為 譬如加薪金 好一點福利 高一點的薪金 全部都是一些 令到你想向上爬的 那如果全部都是同仁的 大家都在做36 不做36 公平這件事 是員工覺得重要的 大家如果有聽過的 就是有個 二因素的模式 有個 Hygiene Factor Hygiene Factor 即是說一些 必不可決 Fairness 就是必不可決 我認為它是其中一個 都很重要的情況 人工不同 就很明顯是不公平的 在網上都看到圖畫 看比賽 成年人就可以看到 那小朋友就看不到 所以要佔高給他 那如果我們說 Equality的話 人人都有份 永不落空 Equality的話 就是按照大家的情況 來做一個這樣的分配 因為小朋友 他都應該有看球的權利 而他又真的 新高方面 是缺乏了 所以他應該有多一點的 assistant 例如佔高給他 成年人就不需要 因為他已經夠高 這個如果根據 Equality的話 他是不OK的 但是根據Equality的話 又OK的 大家覺得應不應該 對 應不應該佔高給小朋友 應該 是吧 我覺得應該 就是看結果 他出來是不是真的 一樣 而不是那個過程 是不是給同樣的東西 但是呢 這件事放在公司 又有他的詭異之處 他有一個立場 就是公司是要賺錢的 所以他去定公平制度 是根據 應該是每一個員工 都有同樣的權利 這個是一個基本 還是說 一些為公司 多些contribution的員工 他就應該可以得到多一點的 既然人人把尺都不同 當面對大小超的時候 怎樣可以好好解決呢 我覺得某些同事 可能對於某些不公平的情況 是會說 是會私底下也會吵 但未必會每樣東西都出聲 是 員工應對我認為是 一個personal talking 已經是最好的應對 因為大家看完Panji都知道 很久都會說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即是責任分散 你就會覺得 也有別人說而已 是 怪我明白 我認為這個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有硬著的情況 你就是要personal 即是透過一些的情況 我… 這個不是你現在做什麼毒灰的 哈哈 但是這個毒灰的情況 跟Mills說的一樣不同 Mills說的那件事 就是personal talking 即是比較立心 可能Nathalie覺得不對勁 她不公開說 但她personal地找我說 但毒灰的事情 她可能未必是找我說 她就找阿姐說 是兩件事 Sam那時候 就是局我在common area 即是說你問吧 你現在問吧 你現在問 但隔壁 即是可能隔壁 可能隔壁還有很多同事 阿朗呀 Khloe呀 她又在隔壁 然後就說 你現在問Chucky 我覺得那一刻也會有一種 一來是一個很公眾的場合 二來就是我要好像有種 當眾地challengeChucky的感覺 那我又覺得我的身為 我是不是uppose這樣做 反桌的情況 是呀 是真的反桌 我後面已經準備好辭職信了 你呀你呀你不公平 我現在答給你 但如果是直接影響你的薪金 我當那個影響人工程度 可能是 哇你會因為這樣 而少5000元的薪金 那你出不出聲 少人工啊 有少5000元 如果去到那麼直接地影響人工 我可能會出聲 我覺得一定是選個人的 如果可以選個人的 你不會選當中 有太多因素可以影響到那件事 那我就不會說 是像一個 首先這個真的太空間 在很多外國人的地方 他們真的很直接 直斥其非 是呀 真的很直接 但我覺得這個在亞洲地方 說人社會還是比較少 而我覺得比較合適 不單止是這樣 假設 阿Sam是最大的上司 他看到Truckey 有一個不公平的情況 對Latalie 其實都很多時候選擇 就是Personal Talking 我反而要提一提 就是上司 要不時提供到 Personal Talking的機會 會比其他 因為要同事自己主動去Personal Talking 一定是要說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我不知道是Culture問題還是甚麼 就是我突然間 有個時間 要跟上司單獨兩個談 都會有一種 你好像很認真 所以Personal Talking的機會 是上司提供的 是不是你提供給上司 你沒有約我們 可能說 逢星期一是趕心事時間 你這個令人很有壓力 其實有兩個情況 當然啦 如果上司就是 我定期定了一些 one-on-one的機會 第二個情況就是 那件事真的比較敏感 你去找機會 去做到一些one-on-one的情況 主要的情況 不是讓同事談心事或是甚麼 你應該是關心同事 這陣子做成甚麼 發展成甚麼 有沒有甚麼 你覺得學得好 學得不好 做這幾個故事 是應該怎樣做好一點 在一些feedback時間 我覺得關鍵是 記住 你會記住的 我意思是 經常不舒服是會有的 如果你都真的記住兩三天 你一於找一個方法去談 我覺得是 你有沒有記住 那會不會有 是呀 如果那個同事好像是做得好一點 例如做得好一點 或是怎樣 公司特別培育他 你覺得是公平 還是不公平 公平 我覺得公平 那些叫甚麼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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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總之 那個人 才師界 是這樣的 對 其實他值得一個更新 或者增值的機會 對 但好像很普通 那 同事不就繼續厲害 不厲害的同事 叫做 貧者要貧富者要貧富者要貧富者 那便會繼續 又沒有那麼厲害 首先他要判斷 那個沒有那麼厲害的同事 有沒有那麼大的進步空間 我當Sam是能力沒有那麼好 Karen是能力比較好 我投入給Karen的可能是 她半年就回到那個本回來 但我投入給Sam 可能三年她才回到那個本回來 那我就虧了大本 因為公司不是學校 對 不然是要看回報 你們兩個公司多開心 見到你們這樣 不是 不過我剛剛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你明白嗎? 見到你們這樣都安慰了 就是阿姐說 終於叫你做Penji 做了那麼久 終於我們明白了 有一個心理學家 叫Stacy Adams 她就認為 你有多少進步 造成多少進步 就應該獲得多少 這個如果在公司來說 應該都很合理 一般來說 我自己投入了多少 最後做到多少進步 我自己滿意 我自己說不滿意 就應該 完 OK了 完 沒事了 關鍵你又會比較 我投入那麼多 她又投入那麼多 為什麼她又會好切 投入 比我的投入更重要 是的 跟著Alcome 那個又是這樣 因為每個人標準不客觀 對 跟著我又要跟別人比較 我的標準就會 越來越不同 很痛 不過你剛才這樣說 我想起之前 我以前是在上學的時候 她是同一科 可能是中文或英文 就有分拔尖和補底 她同時額外 開給這兩組 中間那些可能會覺得不夠美 特別好和特別差 她也會在 有東西照顧一下 為什麼我沒有東西照顧 她覺得是有這個情況 即是ANMO 中間就有些ANMO人士 你那個就真是因才思教 我是不停強調 不可以公平的 我反而是覺得 那個機制的透明 就是公平不公平 我想大家 是有一個競爭力 去爭取 為自己爭取多些東西 我只需要告訴你 我整個機制 我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多少%是你的成績效果 多少%是你的成績效果 多少%是同事對你的評論 因此你就會答到什麼 我覺得那個公平是這樣 是視乎 有沒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給一些不是被損為優材的同事 即是說 如果你完全不理他們 你就會有一點點覺得 你這樣捧他當然會OK 但如果他們都有 例如他們都有一個培訓 Manager都會和他一對一 所有人都會一對一 我都會關心你的成長的 學習的情況 他就會覺得這件事是 很合理 但是當你這樣做到 起碼給同事覺得是公平的 是合理的 亦都能夠諒解到公司的立場 所以這個是不是都 平時很多會分享 覺得公司大小超 或者資源分配不均 就是那些 為何那些做得短一點的同事 公司都會給那麼多資源 讓他繼續學這些 然後升職 但我做了那麼久 我仍然沒有那麼多資源 是不是都很反映了 在你這個情況 是的 而且他看錯了 看不到 究竟一般公司的測試 就是剛才說 不是只能夠表現 而是能夠表現 是能夠表現 公司的成長 可能理解上 就這樣 但是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 可以怎樣調節 譬如Nathalie 她兩三天都解決不了 除了個人話之外 她還可以怎樣自救自己 我滿足了我自己的情況 就是可以 Expectancy Theory 有一個叫Valency 即是你有多喜歡那件事 你找不找到 你自己在這間公司裏面 你自己喜歡那件事 除了說剛才的不公平的情況 而你喜歡這件事 究竟有沒有一個途徑 是可以達到 而是否你自己只要肯做 就可以透過這個途徑達到 那其實你就會較多 你亦都找到自己的方向 不是每一個同事 都是go for第二升職 加薪或者什麼 有些可能是學習 有些可能是 尋找志 叫做有一班人一起去完成一些事 我都會很開心 或者是做一些事 我覺得是對同事 或者對其他人有些貢獻 那其實她就可以 沒有這麼看那方面的fairness 但是我覺得好像 現在不知是否社會進步了 整體上越來越講究 這個公平的環境 我覺得是有很推崇 但其實你內裡都不是說十分公平 因為完全你追求不到一樣公平 但我覺得有時候是會有一些 叫做比較追求公平的一些方法 譬如同工同酬那些 即公務員制度那些 那你這些是否叫做公平 但這種公平的會不會有反效果呢 如果你剛才說公務員同工同酬的話 就會形成了做有36 不做有36 其實這個是罰高效果 既然是這樣 我幾代都不會出力 即是人民公社 我為什麼要做得這麼好呢 所以她是罰做得好的人的一個情況 所以做得好的人 就不會做得好 你會是令到最好的人離開公司 那大家內心做過一些很不公平的事 很想盡數心中情 我們現在都算是一個personal talking 我們這個panchy裡面 我們有八卿 我們一會出來才談 嘩 她有很多東西想說 很多東西想說 很多東西擠在裡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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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集差不多了 好 panchy角 panchyさん 好 你摸到你嗎 這張椅子也不是很公平 三張椅子之後 大家看完今集 如果經常遇到很不公平的事 或者有不公平的感受 就可以嘗試我們這些方法 尋找你的上司personal talking 又或者調節一下心態 記住啦 不要什麼都不說 拜拜 我們聊聊天 不要啊